下次一人一钱两千块钱经费我们出来 给他两千块钱 他到底给我们能上什么样的菜 弟们啊 我们附近呢最近又新开了一家日式料理店 两人份的套餐是368块钱 那么今天我们俩不就去拿拿味儿 拿拿味儿啊 好久说实话也没吃日料了 之前跟飞子搞了一期随机点的嘛 今天我们就正儿八经 368两人份的日式料理 看看到底味道怎么样 咱们话不多说 走着 OK 就这里啊 穿级精致料理 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太远了 知道吧 希望味道会好吃 我觉得这个环境可以吧 可以 第一道菜小刺身拼盘 人气额干寿司 芝士菊大名虾 土豆沙拉 酥杂鸡软骨 海胆饺子锅 好兄弟们我们就不等了 我们先吃总共是9个菜 然后一个水果 来我先搞一口这个鹅干寿司啊 哇 还可以这个味道 鹅干入口即化啊 它这个油脂 还可以说 这两个寿司66 味道真的还可以 来接着我们尝了海鲜哈 这个有点像鱿鱼啊 这个白白 我也觉得 这是不是就是鱿鱼 不可能吧 这吃完了就剂了 尝尝啊 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因为寿司吃的少啊 大家谅解一下 有点像是那个青枪鱼的感觉 刚刚那个脸部都66 那这个不起码的200 128 味道算还是可以 入口即化 这个是什么 反正有很多鱼我都不认识啊 各位客代表可以脑补一下 我吃的比较少啊 以后争取尽量多处来吃点这个东西 再加一点这个词汇量哈 这个是三五星鱼 这个我认识 这个跟上一个味道是一样的 哇 这三五星鱼好脆 三五星鱼是脆的嘛 不是脆的 你尝一下 也是入口即化 外面就那个皮有点脆 对 味道还可以 有油脂那个感觉 对 还是比较香的说实话 尝一下这个香 这甜甜的 有点点黏嘴的感觉 没错 黏嘴你没吃过这个 没吃过 这个还可以味道 上次跨年 我去吃过一个那个自助餐 这个无限拿知道吧 这个是章鱼哈 章鱼竹 我第一次吃章鱼竹是自身的 这个对比鱼的话就稍微那个一点 知道吧 反正有点塞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像吃鸡胸肉 哎 差不多 来来来兄弟们 鸣虾啊 折上手啊 外皮是沙拉酱 这个肉肉感可以 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的甜 你知道吧 沙拉酱给多了 你看啊 这基本上糊的满手啊 这全是沙拉酱 给的太多了 而且这个肉它没有那么的弹 这个我说实话不是很好吃 这还不如就是你家楼下 我叫蜘蛛餐 海鲜蜘蛛 也有明虾 那个味道还可以 这个不好退壳 我记得这个今天一剥就下来了 对 所以很有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新鲜 我去按这样来说是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就是饺子锅 加这个什么油炸鸡软骨 那个是沙拉 嗯 还有一个茶碗蒸蛋 加一个蜜瓜就没了啊 兄弟们 368 我说实话 我还不如就给它500块钱 然后我让它自己帮我挑 来尝尝这个啊 这个是土豆沙拉 还行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30块钱一份 来来来 唯一能吃饱的 这个上面的是藏红花吧 是吗 对 这个我认识 毕竟咱们倒过拉萨 尝尝这个饺子吧 这个叫海胆饺子锅 这哪有海胆呢 这是白菜啊 这里面最值钱的是不是就是藏红花 尝一下 哇 可以 这个最值钱兄弟们 海胆饺子 这我没想到的 嗯 其实你要这样说真的 这个套餐呢 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吃饱的 嗯 但是你要说真儿八景算是日料 真的有日料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并不完全算是日料 它只是给你有一个日料的氛围 完了之后呢 它其实还可以让你吃饱 就简简单单就只是这个而已啊 我说实话就有些 它真的就是明明觉得还可以的味道 但是你吃了没两口 它就没了 你知道吗 那可能日料它就是这样 因为分量比较少 来来来 最后尝一下它这个蛋啊 海鲜蒸蛋 对海鲜蒸蛋 这就是明门卷加一个香菇 底下还有东西 鱼肉吧这是 我吃不惯这个味道 我觉得有点腥 有点腥真的 打开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腥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吧 就说白了 日料啊 我只喜欢吃刺身啊 然后还有就是寿司 对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铁板的东西嘛 好比说火锅 我就喜欢吃肉 肉啊 你像蔬菜算起来 我就不太喜欢吃 加点这个汁 放一下 可以啊 那加了这个汁还可以 就是自己家里的蒸蛋的味道的 嘿嘿嘿 你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 这个蛋是116两份 619 116两份 对啊 来来来 最后这个是主食蜜瓜啊 蜜瓜是38块钱两份 一小片呢给你切成了五小块啊 你看 直接拿这个叉子就可以叉起来 哇 真甜的 真的 要不把这个皮啃了 把它皮底下还有点肉 哇 我还是不啃了 人家收餐的话说我们吃不起了 对 主要是这样啊 我出来的比较少 知道吧 最近的也是有粉丝说啊 大星你好久没有出来拍视频了 所以我今天出来了一次 就是加上就是最近也开了一个什么日料店 我想过来尝一尝嘛 我刚突然想到这一顿就300多 下次这样啊 点赞拿了3万 下次一人一千 2000块钱经费 我们出来 给他2000块钱 他到底给我们能上什么样的菜 隔壁干嘛也是 就不知道他几个人 我不知道他几个人 好吧 香港的朋友们记得帮忙点个赞支持一波 点赞让我们高端充一万好 对 本期我们就到此结束啊 这个也就是解个馋嘛 是个水 好久没来吃解个馋而已 对 他这家店其实氛围是好的 但是实话实说 味道其实还是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 好吧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